救后离哦 当你懂得了体谅 你的生活在也会有惆怅 当你明白了这道理 你心情將會更開朗 人人為我 有很大的變化 也影響到紅婆的感情 民對這樣的壓力 宿舍都放在心肝上來 回到路來 遇到憂鬱症 到底宿舍是要怎麼走出來呢 我們就看今天看今天的故事 要怎麼拋 你不幫我拋 有啊 我叫他拿袋子 那邊拿袋子 這好大顆 這裡比較多 幾十個多 哦 那個比較多 去拿袋子 給我吃針這個 我看大顆的這個 對 它站得好 哦 這個啦 啊 順便這給你拋 這比較大顆 這顆 大顆 比較大 這顆啦 那一顆也是有了 順便他們做過 他們比較會拋 啊 這樣 青雞就鐵划 不會做 啊 就放在框子 啊 全是都 青雞到蒸魚在做的 啊 孫子是說這個草那裡長 就多少來把它拋 很體貼啦 師兄以前很體貼 我都做比較輕巧的 這樣啦 它比較會讓我啦 我的個性比較不好啦 有時候我們拿那種的時候 發飆起來 師兄就比較扭爛啦 是師兄跌倒之後 跌倒他的那個 左前二月 有受傷 他回來之後 他個性就改變了 到後來就變成會這樣洗洗涼 那你 之前這麼好 啊 你跌倒之後 你為什麼現在會這樣對待我 就完全變一個人 就變得很陌生啊 就是這樣我就想不開啊 就是黑白燒啊 就躺在床上 一天最多躺十六個鐘頭 結果那時候就生病了 因為媽媽懶散翁生 爸爸沒時間照顧素容師姐 就把他送去給阿公阿嬤家 那時候 師姐的身體很適量 身材也很散 所以 中部的都很疼心 不敢讓他做出來的事情 後來 師姐的故事就越變越驚了 用這個 裂起來要蓋鍋子 中火可以嗎 你是中火 不是我中火 來 我幫你用 阿 因為女兒阿 孫子阿 姐姐有來阿 阿就 多吉煮到他們喜歡吃的啦 因為是 師兄吃素嘛 我就煮一些白葉啦 絲瓜啦 就是最 現在最那個的菜就對了啦 當季的菜啦 就是 小孩子的時候 就是大家寵到阿公燒阿嬤燒 爸爸燒 都生我 因為我姊妹當中 我個子比較小嘛 最小寒 又最善 所以大家都很疼我 就養成我 變成這樣 比較嬌的構成這樣 以前我小時候 個性比較外向 就會比較叛逆 而且我就開始不認真 讀書就對了 就是一直跟人家鬼混這樣 然後爸爸看到也是很傷心啦 阿翔說 阿你如果沒有故意搭車 我也找一份工作 阿我就到桃園包車壺去上班 做遊覽車小姐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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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那個錢筒要不要玩 好啊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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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要起口咖 要錢筒要玩 咦 切開了 沒關係 錢又沒有炸 什麼 錢又沒有炸 阿公 阿公等一下 阿公擦一炸 那個時候是 因為我在遊覽公司 前兩年嘛 我換公司嘛 就換到師兄的公司去 他師兄那時候在那邊開遊覽車 因為我個性比較活潑啊 人眼很好啊 阿師兄又很木納嘛 然後老闆娘就說 阿你們兩個去降台車 就是這樣啦 阿他就跟師兄講說 那個小姐不錯啊 那個小姐不錯啊 去走看看 因為我從頭到尾跟他一起出去 他不會像一般時下的年輕人啊 怎麼就要牽牽手啦 搭搭肩啊 他沒有這樣的小動作 他就是他走在前面 因為我走在後面這樣 我會覺得說 欸這個人好像很不錯這樣 而且他講話很震驚啊 很震驚巴白的 很震驚啊 而且他沒有出現了 你要知道外面這樣 你要來 要來 倒在那裡 這樣子 不用電啦 你炸米粉了喔 對啊 炸的 很快 不要吃飯了 你要吃飯 你要吃飯就吃炒米粉 炒米粉 有沒有好吃 媽媽炒的咧 這個 你趕快覺得那個 因為他們家以前很辛苦 他就說你跟我 我一定要拼給你 回娘家都有面子這樣 搬到竹蘭來之後 師兄就一個人兼兩份差事 他很久做了很久吃 那時候我們剛剛出來生活的時候 一天一百塊 他很拼命的賺錢 就是為了要給我們一家人 過著很幸福的意思 結婚之後 老婆兩個人 由家庭到家裡打拼 讓最體力 感情很好 但是在四年前 已經拿去那位孫兄 因為想要多賺一些生活 就去工地做社 帶出意外 讓老婆的感情出現變化 他就是去一個人的地條 去做那個搭棚子就對了 你就知道師兄很完美主義者 大家已經撤走 他就想說哪裡沒有弄好 他自己又再爬上去 他可能踩到哪一個地方 不是很牢固 就直接從大概一樓高的地方 就掉下來 直接那個頭有沒有 可能有敲到橋 他有去開那個 昨前二月有受傷 他回來之後 就變得很孤僻啊 就不是很親近這樣啊 就完全變一個人 就變得很陌生啊 讓你這樣不可以跟他接觸 啊拔是拔這片啦 拔拔就有龍的 弄這片 弄這片 牠是說什麼 灰 牠拆掉了 對這片開 對這片比較開頭 這有 聽到說 我像這頭這個 這開頭這個 這有時候想要麻 麻 你沒風 這為這個 全部沒風變 記 記體比較不好 只要那個 脾氣 比較不好 但是我就是 在那裡 改這個脾氣 跟人家說話 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不知道 會不會跟人家說話 會不會 爸爸以前很好相處 什麼話都可以講 可是他受傷以後就 很難溝通 完全個性完全變 就是個性完全轉變 然後耳朵啊 就是因為頭部受傷以後 耳朵也變得很重聽 有時候跟他講話 要講很大聲 他還聽得到 他這樣子受傷以後 我們就 距離就變得好長好長 好大好大 然後就很會吵架 即使是為了擦一個地板 這樣髒髒幾隻螞蟻 他們也要吵 壓力長久下來 就沒有辦法忍受 一點點的小事 他也要找他的麻煩 但是就是 態度上面 感覺上面 整個就是 媽媽就沒有辦法 這樣跟他相處 然後導致媽媽那時候 有一陣子是 憂鬱症到很嚴重 那時候 因為思想想到腦部 講話的時候 沒辦法清楚表達自己的意思 就常常跟思杰發脾氣 兩個人也一直完結 那時候 思杰把所有的委屈 都放在心肝裡 喝到最後 魷魚症終於爆發 就是那個 他的180度的大轉變 我們就很熟悉 我們就會黑白色 那以之前這麼好 你跌倒之後 你為什麼現在會這樣對待我 結果那時候就生病了 就躺在床上 一天最多躺16個鐘頭 就是這樣 好像有氣無力這樣 很辛苦 然後做了一些 對社會負面的事情 結果我吃了9個月 9個月的這個藥 重度憂鬱的藥 只是 會覺得說 為什麼會發生在我們家裡 如果想開一點的話 會認為說 這是考驗 可是當我們想不開的時候 我們是抱怨的 會覺得好不公平喔 就是我常常帶小朋友回來 因為爸爸很疼 我那個大兒子 然後就這樣給他們 一點點互動這樣 帶來帶去這樣 然後 請爸爸到我們家裡 然後媽媽這樣去種菜 讓他們 生活慢慢的 改變這樣 然後我就跟媽媽說 那你就是出去外面走 回去醫院 回去花蓮 去做志工 去做相機 能夠做你就去做 去做環保 只要你可以做 你就出去做 本來 在做環保 自從憂鬱鎮量後 有九九個時間 都沒有去參加 做這個活動 後來 在那些好心 照鏡子鼓勵 他拿去勇氣 又打出門 肺炎那邊 要收環保 順便去收公德款 因為師兄現在 那個車子報費之後 他都去到尖山 那麼遠 我們就 他還那邊炸 我沒有辦法配合他 所以我們就沒有到環保站去 就在當地 設計也很不錯 老闆 老闆娘 來收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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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來先幫你拍 好 我給我老闆坐 好 那收據在這邊 那個回收的這邊 讓你載回去 好 如果比較多的時候 再麻煩你聯絡 再麻煩師兄的車子來載 對啊 最棒的 沒有 你們更棒 好 看我能不能快一點跟上你的腳步 好 你要真的啊 真的啊 真的啊 好 感恩啊 感恩 好的 我們是從這裡很早就在立功德款 因為女兒又去殊食館上班 又認識了一些師姐 他就邀我們去市中心 有一個那個 這個 以前 竹南開始做環保 就是從那邊開始 結果我們就去 就開始在那裡做 有時候會帶菩薩去啊 就帶我的兒子啊 女兒有休息就帶那裡做啊 那今天我們都來打 打閉啊 是要做的 這個不要好了 這個拿去放這個好了 我看他做到很快樂啊 他撿我也跟著撿啊 做到有夠高興 然後那個垃圾在準備大的去撿 好像比零獎金 比零多的一樣 看到就趕快去撿 趕快去撿 然後沒有 都沒有看後面有沒有車子 就趕快跑過去 我說欸 你要撿 你後面的車子要稍微看一下 不遺憾 他很愛撿 不是 因為那個九個月的當中啊 我在吃藥的時候啊 誰來邀約我都不去 很多理由 季節人家的好意啦 譬如說啊 欸 我們要去家訪呢 我都不要 我說我不行欸 我在帶孩子呢 我就是找了很多很多的理由 我就不去 所以我跟 跟慈濟斷了九個月的音樂 十幾個 將近一年多的音樂 結果有一天 媳婦跪在床前啊 跟兒子啊 跪在床前 他說 媽媽 我跟你說 我不行沒有爸爸 我也不行沒有媽媽 他就著重的辦法 他不要去做慈濟 第二個 你就認真的去做慈濟 真的 阿龜在床前 我覺得很不捨欸 然後兒子的一番話 不然的時候 感觸很多 那天晚上半夜 我就起來一直想說 欸 我為什麼自己會那麼想不開 我這裡有師父的那個法相嘛 我打他請到房間去 我就跪著跟師父懺悔 我說師父啊 你要再來籤雲我 我要做你的好弟子 我要重新回師季 好 阿第二天 七八點的時候 寫出師姐就打電話來邀約了 就是因為這樣的姻緣 寫出師姐 他來籤雲我 所以我重新回到 師季的道場這樣 還有嗎 他有在這邊 麻煩啊 師姐 早 早 早 大家早 早 早 我今天拿 雅前期啦 讓我 學習這樣 欸 今天有 一雞是八十個人 阿蟲不會學習啊 互相學習啊 阿蟲在那裡很多 師姐 很厲害 阿蟲如果不想吃 跟他想吃 他馬上就做了 阿蟲 你今天很開心齁 非常的開心 因為拿到這支前期 會跟很多人們結言 結好言這樣 寫出師姐 我們兩個來炸豆包好嗎 好 好 就從旁邊這樣滑下去 這樣滑下去 其實可以酥一點 脆一點 好啊 因為齁 你要再炒過嘛 對 因為我要炒白菜的 好 就是 我曾擠了一段 師姐沒有幾個 就是他拉我起來 他重新拉我回到師姐 對 其實沒有啦 師姐很親近啦 因為他 像這一次的相機啊 師姐三個月前就認養了 這個要說起來 其實師姐很照顧我 因為我是單親媽媽 那跟師姐又住得很近 那師姐常常呢 就會料理一些好吃的東西 然後到我家來叮咚 然後就蠻好吃的給我吃 就知道說師姐的處理真的很棒 那那個時候只要訊息給他 師姐就 可能是自己的狀況啦 身體的狀況 所以他就說 他也是一個很有責任心的人 所以他就跟你說 訊息暫時不要給我 我要在家修養一段時間 師姐雖然叫我們說 訊息不要給他 不過我還是 每隔一段時間 我還是會給他訊息 那那一次師姐過來 那我們就 互動比較密切的之後 他就 有說他過去的那段時間 不過他真的就放下了 師姐真的很棒啊 也真的就重新開始啦 繼續做主桌之後 輸這個背景改善很多 他也慢慢調整自己的態度 接受孫子的改變 現在 兩個人是專一個志工 每一天輪流出去做環保 有了共同的外地 比較比較沒完結 兩個人非常關心 讓阿嬤的生活 變得最有意義的 他這個怎麼會 不是 這個 這個 沒有 不是 那裡面有水 要怎樣 你要倒在那裡 我拿到我旁邊 哦 你去倒 我剛開始那時候來這裡 好多年了啦 手指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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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幾個月 我就跑來做了 我現在就想 我說 他說 我們小年 他說我們這個 人啊 無常啊 是渣男啊 他還說一句啦 他說我們啊 每天活一天 就要做一天啦 活一天 活一天 就要做一天 我不是說對 有就要做 不可以用 手可以用 來這邊工作 心就不會亂想 亂想別的東西就不會 有時候要休息 你叫我不要做 我說我不要 我愛做 我就不休息 我都愛做啊 到後來他跌倒之後 兩位他變得 好像都陌生人啦 我說為什麼 我們要過這樣的日子 我也常常跟師兄講 師兄就說 好啊 他就利用一個很好的醫院 他就到發蓮去 他也省事了 回來他就跟我懺悔說 我現在開始 我要對你 非常非常的好 對 就覺得說 我們做慈濟 真的沒有白走啦 沒有白走這一趟 真的我們做得很好啊 有時候回去啊 他就會跟我分享 我今天來跟師兄 去哪裡哪裡 帶多少東西 他認為說 他帶越多東西 他就越開心 我就覺得說 啊家裡也變得很和樂 而且 我覺得我 得到很多 得到很多 家庭很和樂這樣 就是經過這些事情 然後 我覺得他們現在的生活很好 也就是爸爸有回去金色 然後住了好多天 我覺得他去的回來都有改變 一次回來改變一點 一次回來都有改變 都有看到他在改變 他比較快樂 比較願意跟我們分享 不像之前 他永遠他都不講 然後就是 很封閉他自己 媽媽也有 媽媽的相對的也有 他還說 他下次還要再去 我說好 你去 把他自己的心胸放開 一定是要在團體生活久了 回來就 我覺得一定就會改變啦 覺得就是 很簡單的過就好了 然後就是 爸爸如果可以回金色 就是回去金色啊 那媽媽就是 做 志工啊 做什麼啊 這樣很快樂這樣過 然後不要讓我們擔心這樣子 現在我是認為說 應該要很歡喜的去接受 所發生這些不愉快的事情這樣 假如以前的話 假如以前還沒有接觸到慈激的時候 會 一定會埋怨 是有常常說的 因緣高婆 因緣通常吃頭炎 高婆在後面 就是這樣 所以 很歡喜的去接受這樣 就是說 這是 人生當中的過程 兩個就是這樣 從進退 就是要做主桌這樣 不要有倒心退轉 不要排除萬難 就是 像以前這樣 不要這樣 埋怨 是什麼 就是要過後 讓家庭也很圓滿這樣 近思雨宮 待人退一步 愛人寬一寸 就會活得很快樂喔 因為孫兄受傷的事情 讓孫子開始改變自己的脾氣 用比較溫柔的態度 來關心辛苦邊的人 現在她跟孫兄 除了學生做伴 每一天也會去做幾天 生活比以前 過得更衝心更快樂喔 草根普提 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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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